大家好,歡迎來到屯門畫室 今天想為大家介紹的就是這支日本藤田製筆所造的俄羅斯雕塑毛水彩畫筆 你看看這個筆桿就印了Kandoski Sable 即是剛才所說的俄羅斯雕塑毛 這種毛是做水彩筆或甚至油畫筆最高級的毛髮 它的特點是油韻性高、彈性強 而且這些毛本身是天然的一種雕塑的油脂 非常耐用 這支筆是日本藤田製筆所造的 這間是老牌公司的 43年已經在港島設廠 特點是全部手作 以及用日本做傳統毛筆的水彩筆和油畫筆 這支手造筆是屬於紅野筆 紅野筆其實是一個統徵 我解釋一下什麼紅野筆 這支筆叫紅野筆 因為生產的地方日本廣島原來是紅野丁 日本人稱它為筆之都 80%日本的毛筆和化妝筆都在這裡生產 1907年更加被國家認定為傳統工藝品 這些紅野筆都是手作的 而每一支筆最少要經過70多個工序以上 非常麻煩 他們為何要保留手作的做法 而不用大量機器生產呢? 因為機器生產就會破壞動物毛的最外面那層油脂層 這樣它畫起來 那支筆就會削弱它的彈性和吸水能力和油溫度 第二個特點就是 它那些毛的排列方法 它跟歐洲筆最大不同 就是它們排完之後 它們就不剪了 那支筆的外形 就是全部取決於它排的次序方法 而歐洲筆就是排完之後 它會用一個剪刀來做適量的手指 這種這麼麻煩的方法 就可以保留到每一支筆碰到指的彈性和保持到最大的柔軟度 亦都是為何這些筆那麼貴 試給大家看看 這支筆最過癮的地方 就是它的筆毛很短 這支筆故意造成這樣 這個藤田製筆索 它想將你拿筆的時候 它的力更加集中和有效地傳送在筆尖那裡 這個是傳統日本話的想法 很有趣的這支筆 吸水力是中等的 但是它很溫柔的筆感 你看到它的優先也很漂亮 它最適合用來畫一些花和昆蟲的畫 它自己畫 其實我覺得畫什麼都可以 筆毛很短的 整個日式的方法 因為用Tenusky的關係 它彈得來很柔軟 你看到 傳統日本做筆工藝就可以體現在這支筆上面 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喜歡影片的朋友 請幫我點讚和分享 以及訂閱我的YouTube 這個產品的連結 以及我教的油和水素和素描班的資料 都可以在下面YouTube的基本資訊欄裡面找到的連結 你按這個連結就可以去到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拜拜